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人呀 可是夸富足里的一员哦 夸富足 夸富足是什么 小图 小图 又跑了 真是的 每次话都只说一半 咦 我好像来到了一个巨人部落 前面有几个人不知道在干嘛 不如我上去看看 说不定能找到有用的信息 孩子 我们夸富足可是盘古的后代 我们天生就长得比别人高大很多 是最善于奔跑的民族 身上的这几条黄蛇就是勇气和力量的象征 哦 原来他们就是夸富足 小朋友 你们知道吗 百姓都习惯把这个族里的人直接称呼为夸富呢 你这是要去哪里啊 我喜欢太阳光 可太阳总是一到黄昏就沉下山去 我要跑到那山后面 去看看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哎呀 别傻了 虽然说我们很善于奔跑 但太阳离我们这么远 你也跑不过太阳呀 哈哈 不试一下 怎么知道跑不过呢 我走了 哎 我要追上去看看 到底是夸富跑得快 还是太阳跑得快 哇 夸富的腿真长呀 跑起步来简直就像一阵风一样 它朝着太阳落下的地方飞奔 它那大脚丫子把大地震得隆隆响 它翻越了一座又一座山 跨越了一条又一条河 夸富跑啊跑 来到了一个叫鱼谷的地方 夸富看来是口渴了 它走到黄河边 就像大狮子趴在河边喝水一样 俯下身来 咕噜咕噜大口喝了起来 天啊 它竟然把黄河水都给喝干了 可它居然觉得还没喝够 直接跑到了胃河去 又一口气把胃河水给喝干了 哎呀 跑了这么久 可把夸富给累坏了 它想要休息一下 快看 夸富刚才跑步的时候 鞋里进了好多沙子 它现在正在把鞋里的沙子 给倒出来呢 哇 它鞋里的沙子真多呀 一倒出来都变成了一座小土山了 咦 我听到夸富的肚子在咕咕叫了 看 它现在搬来了五块巨石 开始煮饭呢 夸富吃饱了 准备继续出发 哇 真神奇 刚刚那五块巨石 竟然变成了五座山 还是最有名的五月呢 看 东边的这块石套 变成了冬月泰山 西边的变成了西月华山 中间的变成了中月松山 而北边和南边这两块就变成了北越恒山和南越恒山 哇 真是太壮观了 呀 夸富一下子又跑远了 我得赶紧追上去 唉 恐还是好渴呀 听说那北边的大泽又一片横瀚 要不我先去那里喝饱了再说 呀 夸富好像越跑越慢了 他喘着粗气 一直在咽口水 看来他可都快受不了了 啊 他拄着拐杖 手一直在颤抖 他不会有事吧 嗯 哎呀 不好 夸富倒下了 大地就像发生了大地震一样 我都快站不稳了 山上的石头也被震落了下来 漫天都是沙尘 快看 夸富的身体慢慢变成了一座大山 他手上的植杖竟然变成了山下一片茂盛的桃林 啊 这应该就是传说中的邓林 小图 你出来 你的问题我找到答案了 这次画像中的人物是夸富 他手上的竹杖最后变成了一大片桃林 嘿嘿 我答对了吧 就说你难不打我 嘿嘿 别得意太早 下面这个问题你肯定答不出来 啊 这看着像一只鸟 但他的嘴巴里好像还丢着什么东西 小图 他 不说就不说 小朋友们 那我们下一回再见啦